今天邀請到我的好朋友 耿博軒耿胖來加入我們 耿胖你好 韋廷哥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看我們兩個人今天穿著一身的紅粒粒 就知道我們要來討論 剛剛結束的台灣大賽 這次的台灣大賽打滿七場 這堪稱史上的經典作制一樣 對我覺得不輸美國職棒大聯盟今年的季后賽 真的沒有錯 雖然說這個世界大賽 顯得稍微有點好像張力不大夠 但是我們起碼在台灣大賽 我們就把這個缺點補回來 七場比賽的一個大戰 衛犬龍隊贏得了相隔24年的總冠軍 讓很多不管是老的龍迷 還是新的龍迷都非常的振奮 但是我們看這七場比賽的內容 以衛犬龍隊的一個進攻能力 還有樂天的這個進攻能力 我們怎麼樣說也不能說這是一個精彩的打擊戰 兩隊加起來的一個得分實在是不算多 對尤其最主要還是在得點圈有人的一個打擊率 雙方其實都是相當低 那在幾次滿壘的這樣的情況最終都被守下來 而且是沒人出局 哎呦這個投手猜蛋的能力真的是相當的好 而且我們看到不斷的就是有投手會自爆啊 這個等等啊 這個不斷的累積累爆啊 但關鍵的一個打擊就是打不回來 你看七場比賽 衛犬得不到20分 然後樂天呢 雖然說他們得到了28分 但是我們也要扣掉一場得11分的一個比賽 沒錯 所以這個打擊真的一點都不能算好 以樂天來講 他們在例行賽打得這麼好的一個打擊群 居然到了台灣大賽 被完全給壓制 這個靠的是什麼 靠的當然是投手戰力 對 衛犬這一次是不是就贏在投手戰力 對不得不說 今年的衛犬龍隊的整個投手 整體的表現真的相當的好 當然整體的防御局看起來 並不是太完美 真的嗎 不過這關鍵的幾個人有表現好 就是說11分的那場比賽 可能過程中幾位不是這麼重要 就是說主力的這些牛棚或者球員 相繼的上場幫忙 就是出來犧牲一下 就是分攤那個把那個局勢 讓比較主力的球員 把這個戰力留在最重要的比賽 所以那場比賽故意輸11分 不是故意輸11分 就說讓他們打幾分 我們也常講嘛 就是說 當然打擊戰還是希望把最好的戰率 包含他們主力的牛棚 包含幾個洋將 去留到後面的六七兩戰 真的 那講到這邊這個衛權龍隊這一次 而且是不只是靠羊頭 對 他們有本土投手 羊頭跟本土投手的一個組合 現在是衛權龍隊的一個超級強項 能不能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幾個好投手的表現 對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你很少看到這種冠軍賽的第一戰 就是壓出本土投手 哎呦 這可能要 上一次可能遠說到 我們小時候有年來 對可能要看到陳毅欣 黃冰陽 這樣子大等級的這個學長 才有機會看到扛這個先發第一戰 七彩魔球隊駕魚背刀手 對沒錯 可以看到衛權龍 第一戰就是排出年輕的徐若曦 那當然正宗裡面我覺得 相當辛苦的包含像武朵 他投了一四七場 第一場的長中季 第四戰的比賽裡面是投了一個先發 第七戰又排他在第八局上場後援 真的是投的相當的辛苦 他第四戰是主投先發七局 對沒錯 非常辛苦 七局那時候我看到六局投滿 應該已經不會再上了 第七局還給我跑出來 對 嚇死人 那幾次你看到 無論是在1比2落後 偶奪第四戰的勝投 那到關鍵這個2比3再輸 就要沒有明天就冠軍就是別人的手上的時候 許若曦又出來拿到勝投 這幾個我覺得 這些投手都有效的頂住這樣的一個壓力 那先發你剛剛提到都投七局 後面兩局還是很重要 那包含像衛泉龍隊的幾位的本土的牛棚 真的表現相當好 像陳冠偉也拿到了兩中季兩救援 那林凱威那包含像王耀玲 這一次也是在這個總冠軍賽沒有任何失分的一個表現 剛才特別講到這個陳冠偉 陳冠偉真的是厲害 他在今年其實就是這種角色不斷的 他可以互換 他可以當去那個布局投手 也可以拿出來當終結者 就沒有想到這個個性到了台灣大戰一樣這樣發揮 沒錯啊 好像都是在最高張力的時候我就退一塊就對了 對就是最主要最關鍵 然後葉總就是信任他 無論是在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說 當你不是一位 就是說沒有很固定的一個closure的時候 往往都是在譬如說第八局你面對到中心打者 我可能就在這個時候先把 我最有三陣能力 甚至最好的劉胖豆先推派上來 那可能到第九局的時候 反而是讓投手去面對到可能 比較後段棒式 比較容易不會失分的一個狀況 這個現在在很多 就包括美國職棒在內 很多總教練反而是會在最高張力的時候 用我牛棚裡面最好的那個投手 沒錯 不一定是一定要 一定要安排什麼樣closure的一個角色 反正就是最好的投手 壓在最高張力的時候 那剛才講到這邊 我們就這個還是這個名字一定要提 就是 拿下MVP的徐若席 沒錯 這個對於魏玄龍隊今年能夠奪冠是太重要 可以看到先打投牌 第一場比賽投了四局 雖然沒有說幫球隊吃到比較長的一個局數 不過至少分他只吃掉一分 給球隊還有贏球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先發投手能吃局數 甚至讓球隊保持在一個有機會贏球 不會想說一開始就被打開 這樣的一個狀況 再來就是第六戰 我剛提到的這個 一戰定身是這個徐若熙等於是 把他這個我覺得就是 有史以來我看過最好的一場表現 甚至投完以後 連他們球隊的這個投手 布里漢也說 他是全中華職棒最好的一名投手 投到連羊頭都服氣 對 這表示徐若熙這場比賽的這種表現已經到了 出神入化的一個這種境界了 對 因為徐若熙他之所以在賽後 當然那場比賽的NVP啊這些 還是最後台灣大賽的一個NVP 榮耀也歸於徐若熙 但是在第六戰投完以後 他心情非常的激動 感謝了總教練葉總 感謝了防護員 感謝了所有人 畢竟他是一個從死因幽谷又走出來的男人 從動過湯丁上手術以後的再度回歸 這中間的一個心酸可能只有你們這種投手出色的人能夠了解 對我覺得就是說徐若熙的一個 你知道每天你都是面對到 同樣的事物 無聊的事情 對你都不知道你就像你從一個簡單的傳接球 你很難想像有一天我可以重新站在投球上 投到157公里的一個球 真的只有信念 那再加上你可以看到他也提到整個衛權龍的團隊 無論從防護員到葉總的細心的照顧 甚至今年的初賽 你可以看到沒有一場比賽 是讓他投超過5局的 都是按部就班 直到最後一場第六戰的時候 才投出7局 也是他生涯最長的一個投球局數 就輸了就沒有明天的比賽 結果徐若熙這場比賽投出了生涯代表作 而且呢 他7局就是說 7局化成150球這類的 不是 他用球很精簡耶 就是投到紅中 用我的球位去壓制你的打者 那這樣子看起來 徐若熙雖然動了湯咪將手術 對 但因為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湯咪將手術不再是投手的絕症 對 有些時候湯咪將呢 反而變成投手的一個幫助 他能夠補足 投手原本可能就有一些受傷的阻止 對 所以徐若熙在你專業眼光的評估當中 他有沒有旅外的實力 絕對有 絕對有 對從今年你看到像孫義蕾 很多球團都來到日本 包括日美都有看到像這樣子 能力的一個投手 再加上徐若熙看到 157公里再加上他三個變化球種 的一個混搭 而且最主要是他都有辦法把球投進到好球袋 你看到就像剛剛韋庭哥提到 他並不是閃閃躲躲 投在好球袋的邊緣 他是我就直接的往紅中塞 用我的球圍去壓制你 那我覺得再來就是說 明年的球季希望他有一個健康的出賽 那像他這種吃局數的能力 慢慢的建立起來 我覺得還不急 畢竟他還相當的年輕 我覺得他絕對有旅外的一個條件 就你所知 現在有沒有一些國外的球隊 已經表示對徐若熙的興趣 因為台灣目前還是有一些規範 中華直棒裡面還有一些旅外的調侃 加上他去年是完全在復健 今年只有在下半期才出賽 大家一定都有興趣 不過就是還是必須照著 這樣子的一個規定來走 好我們就當然也要祝福徐若熙 希望他在明年呢 起碼是一個很健康的一個改變 沒錯 那講到我們這一次台灣大賽 我們繼續來檢討 那就是呢 失誤的一個問題 失誤次數好像稍微有點多 對 那可以看到幾乎每一場好像都有 每一場都有 每一場都有失誤 那衛泉龍隊這邊也是比熱天桃園在多 好像一次的一個手臂上的失誤 不過我覺得雙方至少說在這樣的一個失誤 都不是去左右到比賽的關鍵 也還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失誤就是說 失誤跟美濟有時候我們常講 就是在一線之間 你接到一個很漂亮的球 你急於趕快的出手 你可能傳彎了變成一個暴頭 那他上了也變成一個失誤 你接到了你多電兩部傳 save可能是機制安檔 所以可以看到衛泉龍隊最終能夠拿下總冠軍 也是因為他們這樣子 拚命不怕失誤的一個表現 最後讓這些守備員 屢屢演出這樣子精彩的一個守備 那講到這邊我們就來問問 在系列戰場幾個關鍵的play 好像跟這種拚勁也有關 對我覺得如果要回頭看 整個總冠軍賽的系列賽最關鍵 我覺得當然一定就是第七戰 一戰定生死 那在當中我覺得第二局 樂田桃園的一個反攻 在第二局的時候是 1比5球隊落後的情況 一開始就大幅落後 對大幅的落後 其實在第二局上半 其實樂田桃園這邊打者 其實有很快的一個反攻 從後段棒次 從林辰飛這邊開始打起 先是二壘安打 那曾經又靠著守備失誤 上到壘包 這個樂田桃園這邊是比較保守的 是讓這央軍做短打 短打之後成成威又安打 不過這個時候就是 整個氣勢已經來到樂田桃園這一邊 嚴看就要爆發 對你再一次安打 尤其現在是連接到前段棒次 林立的開始打擊 如果你再延續下去 我覺得很有可能在這個半局就逆轉 那就在這個時候 關鍵的play出現 林立打了一個二壘方向的 一個強襲的平飛球 這個時候李凱威的一個飛撲以後 接到球自己回去踩壘的一個 手臂的一個雙殺 結束了整個攻勢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是在 這個系列賽我看到是最關鍵 因為如果你被拉到一分差 接下來每一局裡面 只要有壘上有人 就會想盡辦法推進到二壘壘包 每一棒都有可能追平比數 但一旦被追平的時候 最後無論是投手的調度 戰術的安排 我覺得都會有不一樣的改變 這個就是用拼鏡 所寫下來的一個關鍵play 我們看到衛權龍隊 雖然說是老球團 但是呢也是新成軍 成軍三年以後就奪冠 那對於新成軍的台鋼 是不是也是可以尋同樣的一個模式 三年計畫的 對我覺得 其實到目前為止建軍 我覺得台鋼跟衛權這邊是有一些 類似 影子 有一些影子 就像你看衛權龍隊也是在二軍 拿到了一個總冠軍 對 台鋼雄贏精靈也是在二軍拿到了總冠軍 那也是都請到相當資深有經驗的總教練 是 洪一中總教練 那無論是在選秀 你可以看到 今年選到了以後 林子偉這邊很快的很明確的 就去做了一個大幅度的交易 換來很多有經驗的選手 這也都是為了明年的球季做準備 那再來就是接下來球季結束 再看看其他各隊 可能有沒有辦法從四處裡面的球員 再找尋一些好手 接下來這兩年的極戰力的選秀 無論是旅外回來的球員 或者一些極戰力 我覺得 這也就是 台鋼要去效仿的一個目標 也許下一個賽季 台鋼的一個戰機 還沒有辦法跟其他六支球隊來 來相提並論 但他們走向這個三年計畫 是可以預期的 的一個這種腳步了 畢竟有衛權龍的潛力在前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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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支球隊 哦 你 那個 你 我